第二,这位法司有一次说禅的录音带中豁然是疾风一转说 到底是哪一位祖司说的,不变随远,随远不变 他说,不变怎么能够随远,祖司怎么会说 这么没有开悟的话,以至后人都照样学着说了 弟子在学尼陶金苏朝延义时 见廉池大师及义气大德也常常说过这句话 到底是祖司不开悟,还是法司供靠我吗 这一句话不但是祖司说的,佛菩萨也常说了 那么我过去在讲经里头呢 把这两句话,我又加了两句 我说了四句 古人只讲了,随远不变 不变随远,不变随远 我又加了两句,随远随着变 不变不随远 我说了四句 这四句是四个不同的经纪 不变随远是佛的经纪 你看佛教化一切众生 在设法界里面实现 应以什么生得度,他就实现什么生 他能够 应及说法随内现身 他不变 这是不变随远 而随远不变是菩萨 菩萨在随远当中舍不变 这是两个不同的经纪 不变随远是佛 随远不变是菩萨 不变不随远是二臣 阿罗汉皮之佛 他们是不变不随远 不度众生 反复是随远随得变 那你们想想我有没有是错呢 四个不同的经纪 我也没开悟 谁说这个话了 开悟不开悟没关系 不要去执着这些 知道这是四个不同的境界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是要在随远里头 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工作厨师待人介屋 都要随远 随远里面学不变 学什么不变呢 真诚心不变 亲近心不变 平等心不变 热物心不变 慈悲心不变 学着 顺境里头不变 逆境里头还是不变 这叫真正会用功 来说太阳 来说快点 也好 我也想想想想想想想像 甚至 在 今天